大家好 我是小玉老師 大家常聽到一句話 出手排我就買 那今天正好我旁邊就有一台性能鋼炮 福特最新6速手排的性能車 Focus ST 既然講到手排的話呢 那今天我就教大家來開一下手排 那這台車有很多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走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車子的排檔感跟我們一般看到的不一樣 因為自排車的話就是NPR的部分 手排會有秀12345 然後現在比較新的車都是有到6速 一般來講排檔有個R的倒檔 日系車跟歐系車多半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歐洲車多半的R檔都會是在左上方 那如果是日系車的話會是在右邊 再往右撥到後面去 開好手排的時候我們第一個要練習的是 你必須要看著正前方的時候 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車的檔位是在哪邊 你要能夠很順暢的打 123456這樣撥下來 那我們怎麼去順暢的打這個檔位呢 正常來講 車子手排預設的這個中間的位置 都會是在這個34的中間 我們要一個手勢 一檔的時候我們順勢往左邊撥 推上去 這就是一檔 然後再順勢的這樣拉下來 就是二檔 三檔你可以順推出去就是三檔 撥下來就四檔 順推上去五 再往右順撥下來就六 你只要順著這個手勢 123456 順著這個手勢 你不需要去看你的檔位在哪裡 你也不用怕說我是不是會入錯檔 可能很多人在我要三檔退二檔 五檔要退二檔的時候 你會不習慣那個手勢 你都要看一下我現在到底在哪裡 這樣的話其實就會影響到我們開車的專注力 另外這個手勢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很順暢的去做 進檔跟退檔的動作 而不需要用眼睛去看排檔桿 它現在在什麼位置 我告訴大家如何在起步的時候不熄火 那在起步的時候呢 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們開始把離合器踩下去 然後錄了一檔之後呢 我們要先把轉速拉高一些 大概拉到轉速1500的時候 轉速拉高之後 我們再開始慢慢的放離合器 你現在看我腳的動作 我們慢慢的放離合器 當你離合器放到轉速開始往下掉的時候 那就代表離合器開始做接合的動作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慢慢的多補一點點油 而且離合器順勢的慢慢的再把它放掉 讓車子開始往前 車子往前了之後我們就離合器全放 讓車子開始往前行駛 那等到我們行駛到要入二檔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離合器完整的踩下去 好 我們現在入二檔 好 我們把離合器完全的 除油放開接合之後繼續往前行駛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順暢的讓車子 開始從零平穩的往前行駛做前進加速的動作 好 現在我們要示範開手排車要怎麼開啊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如果入檔之後 離合器放得太快起步 就熄火 這就是我們離合器放得太快 引擎轉速還沒帶上去 所以就熄火了 那我們正常該怎麼做 我們就是離合器踩著 入了檔之後 慢慢的離合器放掉 慢慢的放讓它有接合的感覺 完全放掉之後車子就開出去 接下來之後我們再踩離合器入二檔 再慢慢的放離合器 然後轉速帶一點起來 這樣就會有順暢的接合的感覺 那如果我們離合器放太快的感覺會是什麼樣呢 我們現在這樣很快的放離合器 然後二檔又很快的放一下車子就會有頓一下的感覺 乘坐的就不舒服 所以我們只要每次換檔的時候離合器踩下去 然後順順的放 這樣就會有順暢的接合的感覺 好 爬檔的時候勾上來 好 那我們都離合器都是用半接合半接合的方式 來做倒車的動作 因為我們倒車的速度不會快 所以我們在做倒車的時候 就是離合器半接合半接合 讓車子動一點動一點動一點 而不要太快的速度 好 我們現在要上坡起步 上坡起步對大部分開手排車來講 是最難的部分 那我們要上坡起步之前的話 我們就是先把手剎車拉起來 然後我們入了一檔之後 開始放離合器 但是我們在補油門放離合器 放到車子要把手剎車放掉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繼續補油讓車子開始前進 我們這時候要補油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們沒補油門 車子是在斜坡的狀態下 車子會往後滑 會熄火 所以你必須要邊放離合器 邊做補油的動作 讓車子可以往前帶上去 如果我們入了檔之後 雖然開始放離合器 但是沒有補油門 把手剎車放掉 就熄火了 因為車子帶不上去 所以它就會熄火 所以我們正確的話 就是手剎車拉起來 入了檔之後 然後補油門慢慢加 然後再把手剎車放掉 然後慢慢的把車帶上去 這樣它就可以順暢的爬 這麼多的坡上來 那但是我們在平地的時候 油門可以補不用這麼多 是因為在平地的話 我們只要離合器讓它接 慢慢的接合了 其實車子就開始順順的往前開 所以在那個時候 是可以不用補很多的油門 油門補到剛好讓車子 可以開出去的幅度就可以了 這是上坡起步 跟我們在平地的差異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手排車的駕駛資訊 我們可以了解到 其實如果要輕鬆的開手排車 其實有這麼多的步驟 那我們就多學一點 這樣子的話 以後有機會開到手排車 我們也知道手排車怎麼開 雖然現在的車子 大部分都沒有手排 但是我們多學一點 也多了解一點 想要關注小儀老師更多的資訊 請鎖定忠實娛樂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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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下一次 如果有這個影片 我們會有找到 然後我們下一次 去看看